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干就是茶叶了 晃姐 你跟她那么熟 你说咱今天聊聊家江老师什么呢 觉得得说说她的家长里短 聊了她也行 你刚才聊了半天毛泽东 他们家跟毛泽东是最熟的 她妈教过毛泽东英文 这是真的 我妈跟毛主席曾经吃过红烧肉 就光吃过肉不是吧 吃过很多次饭吧 吃过很多次饭 在教完英文以后的话就吃饭 但是我在他们家吃过饭 你去他们家吃饭的话 她张罗 你说说你张罗的感觉 怎么说跟毛泽东英吃饭说到他们家 毛泽东英吃饭 据我妈说是不张罗 毛泽东英有服务员 该吃饭虽然简单 但是几菜就给你端上了 咱们今天要缅怀毛泽东英 毛泽东英非常从容的就把这饭吃了 我们去他们家吃饭 我一直忘了问你 那你以前没见过毛泽东英 我没有 我从来没见过 你妈没带你去过 没带我去过 这好事都没有 咱能不说毛主席了吗 我长得太寒敞 对 咱说说江老师 咱说说江老师都说 不是说才比天高吗 命比之后啊 这个 你觉得江老师 因为我想跟你谈谈这个智力 哪个国家 我要跟你求证一下 因为我听认识你的有的人说 可能对你不太好 就说他自视智力很高 他有一种对于低智力的人的蔑视 还是说你觉得你有这问题 没有 他对我一直特别好 对我也不错 对我也不错 这没有 那不是叫欺负人吗 那不会 你比如说一下 有些记者不就说了 说江老师怎么老呛我们呢 我们招他惹他了 不是那分什么样 你算记者吗 我现在是记者 我们俩都算做媒体的 对啊 咱们处得挺好嘛 如果非得问你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搞 都像你孩子什么时候怀的 你这也没法聊了 对不对 那得公平 你把你的事聊了 我把我事聊了 他不聊他的事啊 我觉得他这点比较可爱 他也聊他的事 你也聊你的事 咱们都互相聊 对不对 但是看来你对一些社会上的 这个所谓人情世故啊 或者是说流行习惯呢 你是毫不 就是毫不认同 比方说 流行什么呀 你算明星吧 现在这社会流行的 这明星这记者见了 你不就得叨叨点这事吗 那谁规定明星 可以不回答 还是可以不回答 或者说反着回答 这都可以的吧 既然娱乐嘛 既然玩嘛 那就玩得起呗 不再说 我问你就得说的 对不对 那我是本着 跟他玩的心态 你是这么一种心态 不是看不起 是玩的心态 没有看不起 人家都那么点小孩 我这次 我七年 或者七年当中 有几年 我大概想 至少有四年 就没跟记者聊过天 这次再聊的时候 我发现这帮记者 都非常小 甚至小到 就是你把他当孩子了 你怎么能跟他着急呢 不能着急 去聊到你说的80后的 我那天我聊 真是 我说你们中学毕业了 我说我们都大学毕业了 怎么会这么想呢 不是同工吧 我说真不是同工 我们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那确实很小的小孩子 而且还其实对你挺好 那我就真是不忍心 跟这个人着急 真是 现在好像跟这个记者 这个关系都挺好 但是是不是因为 这个电影要发行了 那你看看吧 等发行完了之后 还是挺好 你说 你对这个80后 现在80后 你有什么印象 这么说吧 我们的剪接师的助理 场记 包括我几个副导演 然后这么说 我还真是一往情深对他们 我有个感觉 特别有意思 就是比我小七八岁的 容易装嫩 在我面前 但是到了80后的 包括冯祖明 我那副导演和冯祖明 是一个年纪 他们这边孩子 反正给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 不装嫩 而且 他用得着装嫩吗 他本来就嫩 对了 你这话说的对 他嫩的时候 他反倒不装嫩 而且特别有责任感 我把这俩80后的发到家喻公安去 给我训练骆驼去 训练的之好 因为我要这俩骆驼 那种并排走得非常好 最后当然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了 让这骆驼走得非常好 但是这几个所谓80后的孩子 给我印象非常深 他们非常像老爷们 非常有责任心 而且不叫苦 不叫累 而且把这事做的 我说好了还不干 还得他们觉得好才行 你看 现在就有些像我这个岁数的人 我就发现说起80后的往往会摇头 你比如说有的人就说 我就发现跟这些大学生们聊天 他没有超出我的阅读范围 他读过的书 我全读过 我读的比他多的多 就感觉好像80后很无知 或者说是有些什么问题 你那不是也好多80后 你的感觉 我是觉得80后的这帮人 有点意思 因为80后的这帮人 他们的经历 算隔膊亲是吧 有点算隔膊亲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80后的话 他的成长过程 跟中国哪一代都不一样 你想我们得费多大劲 去找我们想看的东西 怎么走 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的话 特现成 对 所以他等于就是说 这种文化 还有什么 就是你说的那国家智力 那个营养 对他们来讲 是现成的 你说到这个营养 我倒是想起 有一个学者叫李欧凡 在我们这做节目 他也研究电影 他因为他就觉得 现在中国的这一代人 他在接受电影 营养方面 跟外国人不太一样 你比如 其实是因为盗版碟 在盗版碟上 所谓的艺术片 经典片 商业片 是并列杂陈的 他就发现 比如说什么特鲁福的 什么400基 400下 他可以跟变形金刚 或者可以跟这个吴吉 都放在一起 他们都看了 他说这在他的国 就是他原来在外国 他说这种电影 是这一部分人看的 但是他就觉得 中国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这么一种大杂烩的 一种电影影响 也算养出工赏呗 你能感觉到 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电影 那就是好的来劲的呗 这就是太阳照常 我这看那个成龙 他就是房祖明 接受采访 我就发现 他这个年轻演员 是不是 他这个人 就是气场很强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房祖明就说 说这个戏拍完了 最后一个镜头完了 说姜文拍了一下的肩膀 说你是一个好演员 然后房祖明说 说你不知道 我那个高兴 我就是以后 谁再说我演戏演不好 我都不相信 因为他说 我是个好演员 因为他确实跟我 后来他说过 他说 他说有一些人认为 他不是好演员 就是成龙的儿子 我觉得确实对他挺冤枉的 他确实是个非常不错的演员 而且我这么说 我认为谁都可以 有机会成为好演员 只要有一个合适的角色 所以我经常跟他说 我说你喜欢谁 他说我喜欢那帕切诺 我说OK 那你就比他演的好点就好了 他说这怎么可能 给我开玩笑 我说我告诉你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非常有可能 在很多镜头里边比他好 所以经常我拍完之后 我说等会儿 你差一点 他说比谁 我说比 那好了 他再来一遍 他说 对不起 我说你可能比他好了多了点 咱不要那么多 好一点就够 所以这时候 他也很开心了 我也很开心 我一边是跟他看一看 一边我还真不是跟他看一看 我确实觉得他是个好演员 黄老师 你觉得他能交出一个好演员吗 这不是交的 你不觉得能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固然就是说 小孩有这个DNA 他那什么 但是他还是得需要去参加好的电影 我觉得第一鼓励非常重要 你不鼓励他 不能骂是吧 我从来不骂演员 第二呢 我原来就想演电影 就是被导演给骂没了 下回下午我请你 咱也 这电影就咱俩 梦想赵阳先生 梦想赵阳先生 从拍一点 然后是这样 我这么说吧 第一你必须要鼓励他 第二呢 有一个合适他的角色 第三 我觉得要把整个环境弄好 让他有自信和安全感 敞开他自己的心 把里边那些东西拿出来 他就会非常出色 但是不是说你做演员的时候 经常跟导演发生冲突吗 人家导演都觉得你是个很难对付的演员 我也听到这样的传说 确实比较像 然后呢 逐渐的把我放在一个大伙需要的这样一个角色里边 我现在也演惯这角色了 但是问题事实上不是这样 谁哪个人跟我现场发生过争执 明天再做你这个天天三十行的时候可以举证 举证完了 如果说证据是对的 发奖金 是吗 我不记得我跟谁在现场发生过争执 不是不是我的方式 但是这样 比如说我我做导演以后 我越来越明白就是你不能强迫演员演他不能演的东西 这是非常笨的一种导演 你是跟他说死了戏最后 因为他不舒服 他不舒服 你怎么让他眼神强迫的 你让他装这不成 装是能拍出来的 你怎么让他舒服 那好 如果说我们今天这儿录千万三十行不合适 这蓝不合适 这报纸不合适 他看着别人 咱换一点 换一点你舒服了 舒服了出来的结果 或者说你做这儿 你把红裤子给他 这都可以 我都可以让他们舒服 舒服了之后 他才能有一个好的感觉 拍电影跟拍电视是不一样的 咱去广告吧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这路子 黄姐你有没有听说过 这是追加投资啊 这是好像当年拍阳光灿烂的日子 是最多的 用的那个胶片的那个 多少尺啊 那是 不是因为这追加的 是因为钱没到 更惨 我从来没有超过周期 没超过预算 那这种事情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因为是这样 比如说 我得这么说啊 我非常感谢有人投第一笔钱进来 比如你投第一笔钱进来 他投第二笔钱进来 那么你是好心投进来了 然后你突然家里有点事 你这钱来不了了 因为电影就像打仗似的子弹不到 你伤亡更大 对 你经常碰这时候 你应该到了 你没到 然后你不能解散 这个机器设备都在 而且你会说 你也不能跟我说 你说将我不到了 你也在努力 你说明天到 后天到 到后天到 那我就等 再过两天 钱就花出去了 这是造成了一个多花钱的东西 但我不能说 我日后说 我说这事就因为洪晃没到钱 然后是他没到钱 你何必呢 算了 就不聊这时候 不聊这时候 容易被人聊出来 那是谁搞的事 那是姜文 姜文就姜文吧 因为给我投钱的人 他们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就够了 但我今天我仍然是非常感谢这些人 你比如说 这个太阳照常升起吧 第一个投资的老板 王伟 他没看剧本 他就听我讲一故事 邦当 钱就投进来了 然后到了杨若成那 他也没听这个 他也没看这个电影 他只听了他手下人 讲了一个故事 邦当又投进来了 所以我想 我应该感谢上帝 我挺幸运的 对 那是因为你 也不是了 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我确实 别谦虚 是因为你 我也不知道感谢谁 我只能感谢王伟和杨若成 但是不管怎么说 包括董平中间在 金黄不接的时候 他也投了好多钱进来 那么 我是想这样 就是说 一个拍了很多商业片的 赚了很多钱的 最后他得到的待遇 也就是这个 说我讲一故事 人投钱了 那今天我有这个待遇 那我就要把这个故事的讲好 要把这个质量做好 我觉得只有把质量做好 故事讲好才能对得起 给你找来社会资源的人 把故事讲好 但你没说把钱赚坏了 故事讲好 故事讲好 来劲才能有赚钱的可能 你的故事讲不好 不来劲 不一定能赚钱 你觉得是吗 你比如现在 你就跟中一堆明星 打 都三级的价 也不一定能赚钱 你比如说 好莱坞有很多 号称商业片的点 比如水世界 比如说这叫什么 珍珠港 那都打成什么样了 对呀 不赚钱 不是说 你号称商业片的片子 就赚钱 对 在我看来很多 不叫商业片的艺术片 比如说这个 Puff Fiction的片子 比如说这个 信缓了 陆香带 还有很多片子了 低俗小说 对 他们赚翻了 赚了多少倍 可能现在很多商业片 都赶不上这种片子赚的钱 但是也不是说 艺术片就等于好电影 你标榜的艺术片 不一定等于好电影 这事都不能标榜 最后大家看 有没有营养 能不能赚钱 就完了 你标榜半天 很多标榜上商业片的 不赚钱 大哥 是吧 是是是 故事听得多了 而且还不好看 但是现在你觉得 是不是跟当年真不同 你比如当年 好比说红高粱这种 好像那个时候 我们挺饥饿的 也没什么东西可看 所以一有一个 这东西出来 大家都会去看 还不用你多么 怎么忽悠 红高粱是个好看的电影 同时也可以 也是个有营养的电影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今天的观众 比那个时候还饥饿 因为今天的观众口味 已经被拔下来了 不管是看到版 还是看什么片子 尤其刚才聊到80后 你谈的那些 他能把伯格曼 或者说指导王一起看 对 这些人 他们脑瓜子里 你不能轻视他们 你蒙不了人家 当然你干嘛要蒙人家 这个时候 我觉得他们更饥渴 他们真是饥渴的 等着看一好片子 你没有好片子 也许他被你蒙进去了 但是心里会记着的 记着你这种透支 将来是你要付出代价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我觉得你最好就是说 吃一顿特好的饭 又有营养 但是又口味又好 实在是不能有营养 至少就是说 算吃个高兴吧 对 对吧 没营养 过于嘴瘾 对 过于嘴瘾 就是这种样的 最烂的就是那种 既没营养 又 又没味儿的 那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但是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太多这种喧嚣的声音 我觉得他有个问题 他会淹没好东西 你吵吵吵吵吵 我现在感觉 谁干点什么 你得扯着喉咙 过去说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 是吧 现在要是个个都扯直了脖子 吼叫的话 那您的东西即便是好 我们哪注意的到 哪听的到 哪简则的出来呢 有一点你这样的 你描述这种情况存在 但是我觉得 它是一个过程 不会永远这样 我觉得那个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 因为现在你要看的话 就这电影的话 这口碑太重要了 是 真的 你就是看完一个东西的话 所有时间你看 你是看了广告去看电影吗 你是因为听说是怎么怎么着吗 真正喜欢电影 爱看电影 而且真是每个月掏钱去看那么两三场电影的人 是真的是听别人说电影好 口碑 口碑特别重要 这个真的是一个实金石 不能拍坏电影 拍坏电影真砸牌子 就是不能 会付出代价的 也许眼前没付出 但是最终会付出 也许到有一天清盘了 说咱们这波都过去了 清盘了 说你有几个 他大部分被扒了在桌子底下来 那就比较惨了 早晚有总清算的一天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得你看酒劲下去了 晃姐赶快刺激一下 我就想问他 就是说 他好像就是说 有的时候对 这个 什么是 就是什么 余记啊 什么这些媒体啊 什么都不是太关注 你看电视吗 看 你看什么 超男快 不是不是 快男超女 这事我都知道 你都知道 我觉得看电视这拨人 比那边还来劲 是 电视上有几个小伙子在哭 你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 但是他们这边是很兴奋的 但是我觉得这事对我还是有感染的 你别感染点阴柔气质 因为现在说选这男孩子 现在有人说 说中国现在这新一代男孩子 就电视上选秀出来的 感觉跟他你看 你就是太阳刚了 但是现在反而感觉 我得买蜂蜂蜂 扛没习惯 你好像像张艺谋 原来就说 说为什么找高苍健拍电影 就是因为他一直 高苍健是他的这个偶像 觉得那时候男人 就得那样的 你看他也挺像高苍健 起码头发都剃成那样 走道也是一步一步一顿的 我能感觉偶像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 你比如说 你觉得你能演阴柔的角色 算了 我想演来着 比如说我演李连英 我不知道算不算 真的 还真是 算了 但我也 我觉得你演李连英 都是他自己 就是说 他演李连英 我都忘了他演李连英 我记得 跟那帮女里女气的 好像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 你说得对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我跟壮壮弄这剧本的时候 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广华寺 还专门采访了一个太子 那太子还活着 姓什么我忘了 还姓孙 我们见到他的时候 我们不觉得他真是像那种女人女气的 虽然他说话的声音 有一点尖 但是他其实挺硬的 而且挺有自尊的 包括我看这个李连英的照片 你看过没有 我看过李连英照片 其实很敦厚的样子 他吼嘴唇这么弄的 有点像个将军似的 不是说他那么着了以后 他就变成一女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的内心可能比很多男的更刚 更烈 郑成功也是太监 当然了 你说的是那郑和下西洋那个吧 郑和呀 郑成功怎么是太监呢 都是老郑的 老郑也差不多 老郑家出太监 出了一个有名的 这是三宝太监 我都想了 总之把二国头喝大了吧 总之把他们演成那种 所谓娘娘枪是容易的 但不是不是本质 小心小心 这也喝醉了吧 我还怕这儿是震神飞 不是确是已的 别往后靠 我倒是真觉得你是不是 着力于发现那种结实的 坚硬的 比较够狠的 无论是在你表演 还是在你电影表达出来的力度 你为什么对这种东西好像情有独钟呢 有力度不一定叫狠 我觉得那种狠的东西不是我喜欢的 狠呆呆的里边有点恶气 我就有点不恶 没好吗 你可是叫昂扬 昂扬那不叫狠 昂扬 这就说起有些人说你起这名字 太阳照常升起 有些人说有一种中年心态 但你好像很反对 也不能说反对 我觉得那么认识问题太简单 其实我觉得太阳照常升起 实际上更有底气的东西 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落 什么时候在升 阳光灿烂日子的时候 还是等着这太阳就在震雨的时候 咱们 咱们 好好折腾 对对对 但我是觉得这是更有底气的 现在已经坐板凳了 这种 是